上期视频我们聊了聊朱镕基刚一上位后就做的一些经济改革 其中一项是打击走私 中国目前为止最牛的走私饭 当然是厦门远华的赖昌星了 赖哥号称厦门海关地下一把手 走私商品的量达到能够把国旗给给破产 可惜最后还是栽在了朱镕基手上 不过网上有关赖昌星的信息比较混乱 我花了一些时间把赖昌星的事给理顺了 今天就跟大家来吹一吹 也算是朱镕基系列的周边了 我准备分三个层次来聊这个话题 首先咱们把赖昌星发家与倒台的过程给理一遍 我找了几本国内有关远华案的偏官方的书籍 又找了一份赖昌星在加拿大入狱后的字数 互相印证后基本可以总结出有关赖昌星的轨迹 第二部分我们再把海外的部分 我觉得还算有逻辑的阴谋论跟大家讲一讲 最后再来说一说我对厦门走私案件的起因和结果的一些推导 废话少说咱们正式开始 1958年赖昌星出生在福建晋江的一个农民家庭 福建这个地方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 在农业社会这种情况翻译下就是穷山恶水 只有10%的田 粮食肯定就没有保证 粮食不要说在古代了 就算是在毛泽东时期都是非常金贵的 沿海省份里福建的地理条件肯定是最差的 比浙江都差 浙江还是有两分田的 叫七山一水两分田 福建这个地方还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它在台湾的对面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就没有放不起收复台湾 合同台湾当然是最好了 但是万一要武力收复台湾了 台湾就算再弱机 往福建放两炮的能力还是有的嘛 因为有可能成为废墟 所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相比于其他沿海省份 对福建经济发展的投入就少了点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作为农民出身的赖昌星 从小就是个穷逼 赖昌星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开始混了 先是在家里种田卖菜 然后跟哥哥去部队挖了一年井 水井挖完后 赖昌星回家待了一段时间 这之后他又去泉州挖了一段时间的防空洞 工程完毕后他又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后他的工作有两个主要的版本 一个版本说他是在螺丝厂工作 后来他跟几个兄弟自己凑钱开了个配件厂 另外一个版本比较丰满 来自于赖昌星在加拿大入狱后的自述 赖昌星说他们老家大队有一个农机厂 农机厂鼓励当地人帮他们跑业务 跑来业务业绩就算农机厂的 但是钱结算到个人 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末期 农机厂的领导这么有经济头脑 所以都被送进了学习班 工厂也就停了 这之后毛泽东去世改革开放开始 于是有点底子的赖昌星 就跟几个兄弟凑钱 弄了个小工厂 做汽车配件 还有修理方面的工作 做了一段时间赖昌星就发现 市场对机械的需求很大 而纺织方面的需求尤其大 于是赖昌星看准了机会 又办了一家纺织机械厂 专门生产纺织设备的零部件 这个时候赖昌星已经赚到了钱了 80年代他把厂子移到了实施 赖昌星把零配件业务 升级成了整机生产 自己开始生产纺织机 此时中国的纺织业正在蓬勃发展 因此赖昌星生产的纺织机可谓供不应求 算是第一次踩到了风口 赖昌星又投资办了服装厂 鱼伞厂和印刷厂 也都赚得不错 而赚头最大的却是另外一门生意 80年代初 海峡两岸的渔民 已经先于官方开始了交流 渔民们坐在一起 探讨了下两岸市场的供需 很快就开始了非官方的物品交流 就是走私 台湾的货物从金门出发 来到福建的小港口派货 其中就包括实施港 赖昌星此时在实施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 作为地头蛇的他 会筹集黄金和白银与台湾渔民进行交割 在拿到货后 又会把到手的手表 计算器 录音机等紧俏的商品 分销给全国各地来拿货的商人 这个是属于纯黑色的收入 跟海关还打不到什么交道 它也有稍微灰色点的 一个就是在服装厂进的布料里 混点电视机什么的 另外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 替海外国家做来料加工 前面朱镕基刚到上海的那些也讲过 朱镕基是带着外汇去上海的 解决了上海纺织业原料不够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棉纱是不够纺织厂用的 而外国又需要中国廉价的纺织品 于是就有了外国提供原料送到中国 由中国的工厂生产在原路卖回去的信心 这个当然是个正经生意 但是赖昌星他当然不会正经的做 原料进中国的时候赖昌星会多报少 而货物出口的价格其实不一定高 在国内倒卖令人更高 所以出口的时候赖昌星又会以少报多以次充好 这么说可能有点难理解 就打个比方 苹果在国内代工厂需要进口台积电的芯片 实际进口了一亿个 爆关的时候就说5000万个 这样他手上就多了5000万个芯片可以自己卖 另外官方看到的那5000万个也是有税收减免的 因为生产完了出口是能赚外汇的嘛 所以理论上代工厂他就应该生产5000万个手机 然后出口 而中国人如果要买苹果 需要再到国外加几轮税才能给买回来 所以虽然苹果手机是中国生产的 但是中国的苹果手机还要贵一点 代工厂他就只能赚到最头上的那一小部分钱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这5000万个手机我也不出口了 送几箱砖头出去 然后直接在中国把这些苹果给卖了 看过前面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当时的中国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汇率还是不算太差 在这种情况下 在国内赚到人民币 换成外汇再去购买原材料 回来再在国内生产再在国内卖 是最划算的 这个就是赖昌星初期发家的真真秘诀 80年代末赖昌星的生意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台湾开放了老兵大陆探亲 大陆也展开双臂 欢迎台湾人进入大陆投资 尤其是在六四后中国被西方制裁 中国非常重视来自台湾的资金 这个使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 大量的台湾人来到大陆投资和消费 而台湾人里闽南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因此很多台湾人进入大陆的第一站 就是福建 一方面这给福建带来了更多的热钱 钱越多赚钱也越容易 另外一方面两岸交流容易了 走私也就更加猖獗了 很多台商在福建投资 其实就是在走私 哪怕不走私 起码的偷税漏税还是有一些的 因为当时两岸的生产力差太多了 最容易赚的就是这个钱 台湾的新闻里面常说 中国随便抓台商什么的 其实就是因为台湾对偷税漏税管得很松 大陆管得很严的原因 在这个阶段 赖商欣的身价已经达到了千万级别 也认识了不少海内外的商人 其中就包括姚志胜 姚志胜也是一个走私界的大佬 后来在走私界有南赖北摇的说法 这两位大佬不约而同都在九十年代初移民了香港 当时中国想出国的人很多 香港当然欢迎赖商欣这样的富豪 但是当时中国各地都有出国指标 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 赖商欣的老家近江是个桥乡 申请赴港定居的人非常多 而赖商欣本人也没有直系亲属在香港 所以拿不到赴港定居的指标 这里大家不要抠我有关出国的字眼 官方的书籍厦门远华大案里就是这么说的 毕竟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 赖商欣通过北京公安部出入境的朋友指点 具体是谁我没找到任何资料 总之他在91年2月把户口从福建迁到了陕西 改名蔡商欣 又认为一个香港的爹 靠着钞票开路 赖商欣很快就办完了赴港定居的手续 为什么要迁到陕西 因为那边出国的人少 还有额度 赖商欣是91年的4月到了香港 6月就用老婆的名字开设了美好有限公司 初期也没做什么别的 就是买房子 91年到92年之间 亚洲经历了一波小的金融风暴 所以房价非常便宜 首付也低 10%就够了 赖商欣大笔买入房地产后 没多久房价就开始暴涨 据他自己说 他的93年时 在香港的房地产上就已经赚到了2到3个亿了 赖商欣虽然在香港赚到了钱 但是还是想要在大陆发展 1992年赖商欣其实就回到了厦门 开始通过美好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 其实就是走私 但是此时的规模还非常小 92年上半年 一共只有四五千万的营业额 属于前期探探路 可能也跟公司股东的利益冲突有关 虽然说公司是赖商欣开的 但是还是有其他几个合伙人 具体言语不明 不过大概率还是分配问题 导致公司散伙 福建人迷信 赖家就觉得美好这个词 这么一搞就有点晦气了 于是赖商欣的老婆曾美好 就改名曾明娜 这个吹点大家给背一背 大多数人应该不知道 1993年初 赖商欣参加了全州同乡会聚会 在聚会上赖商欣认识了一位全州级的高官 这位高官向他透露了军队和国家急需大量的电脑 于是他要通过他新创办的远华国际有限公司 开始和某个军工企业做电脑芯片的生意 这部分的内容 国内的相关书籍都有提及 并不是杜撰的 但是具体这位全州级的高官是谁 和赖商欣合作的军队企业是哪个 就没有披露了 1994年赖商欣作为港商 前往厦门成立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 开典礼上 赖商欣在厦门月华酒店摆了一摆桌 不但把市里的海关税务公检法 银行的实权人物全请了个遍 甚至还请到了审理的领导 据有幸参加了宴会的人说 宴会根本就是不惜血本 象拔棒龙虾鲍鱼鱼士 能有的高档菜都有 酒直接上的是人头码 宴会结束后 每人还有高档礼品包 以及大红包一个 在这之前 确实没有任何企业能够好到这个程度 这之后就是送票子送女人 想方设法的送 估计大家也听多了 反正就是不怕领导讲原则 就怕领导没爱好 同样也是这一年 通过赖商欣的 吉美海洋运输公司控制的 吉美号堵船开始运作 吉美号的航线 是从厦门到公海再到香港 据赖商欣说 他有正经的中国的第一个博彩牌照 他说有向厦门市公安局申请 审厅也同意 公安部治安局的局长也批了 这部分我表示怀疑 因为博彩牌照 不是什么所谓的公安部就能够批的 但是吉美号的确是一艘堵船 而且运作了很久 最开始注册地是在菲律宾 后来又转到了巴拿马 再之后甚至转到了柬埔寨 博彩确实能够赚钱 也花了赖商欣不少精力 94年到95年之间 赖商欣的走私规模还不大 据赖商欣的哥哥赖水翔说 在94年到95年之间 走私规模还比较小 都是一些电器和摩托车之类的 96年开始 走私规模才开始增加 香烟汽车 和成品油之类的走私都是在96年之后才开始的 这个和厦门关长阳前线的上台有关系 赖商欣在1989年结识了厦门海关的副关长阳前线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投资 93年厦门海关关长退休 赖商欣为阳前线四处疏通 最终在1995年把阳前线推上了厦门海关关长的职位 这之后赖商欣的走私生意才迅速发展 开始大规模的走私香烟和汽车 香烟的走私方法是转口转内销 比如说赖商欣他没有从美国进口香烟到中国的配额 关键他也不想给这个税 但是他可以说我从美国进口香烟去菲律宾 中途在中国停一下 但是实际上空柜子去了菲律宾 香烟全在中国卖了 走私车更经典 由厦门海关放行 公检法的人为走私车开伐木正名 然后堂而皇之的进入市场 1997年时任厦门市副书记的刘峰 海关关长阳前线作陪 找到了福建省石油公司厦门分公司的总经理陈艳新 托他为赖昌新的走私成品油提供储存油罐 作为交换赖昌新赠予了陈艳新远华大酒店5%的股份 赖昌新成品油的走私量有多夸张呢 据说赖昌新走私的成品油占了国内三分之一的市场 全国3000多口油井因此关闭 30万相关国有企业的员工下岗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官方甩锅的成分在 但是总之赖昌新走私的油确实非常的多 当然赖昌新不只贿赂了这么几个人 赖昌新的红楼都被大家说烂了 其实就是一个高档的吃喝嫖赌的场所 跟后来的东莞比起来可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 只是在那个时代非常的超前 干部哪里见过这个是吧 基本上厦门大大小小的有点能力的公务员 全被赖昌新摸过头 上至市委下至海关官员 连省委的不少系统也被赖昌新给打通了 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 总之按照报道就是从上到下都被注空了 但是赖昌新的形象在被抓之前还是不错的 赚了钱之后赖昌新的生意越来越多元 他在福建和香港继续加大了对房地产的投资力度 又搞了远华国际大厦 远华烟远华酒远华娱乐城远华足球队 映然就成为了厦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而且赖昌新还拿出了大量的钱做慈善 建了不少学校,照顾了很多孤寡老人 他还给老家村子里的老人发钱 超过60岁的,每人每个月500块补贴 98年发洪水 远华集团组织了几十辆打卡车 装满了振灾物资,前往江西救灾 官部的很多晚会和活动也都是他赞助的 总之就是公司的形象好得不得了 赖昌新本人也获得了相当多的荣誉 随便说几个官方的 他是厦门政协委员 泉州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 还被香港评为21世纪杰出青年 由特首董建华和新华社 驻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共同颁发的奖状 那么赖昌新是怎么倒台的呢 1999年的4月15日 一封长达74页的举报信 被发到了海关总署 其中详细阐述了赖昌新走私的各种细节 而且列举了赖昌新走私关系网里的20多个人 其中有16位厅局级干部 这件事情引起了朱镕基的关注 在4月20日晚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痛斥了远华公司的走私行为 表示要彻查 江泽民也在会议上表示 我就是朱镕基的后台 这个案子要一查到底 最终一致通过 由朱镕基、魏剑行以及胡锦涛三位常委 罗干、曾庆红、吴仪 三位政治局委员负责查处此案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案子还被分成了两个项目组 军方一个、地方一个 会议是4月20日召开的 因此调查组就被称为420调查组 但是一直到6月20日 中央的调查组才抵达福建 因为时间拖的太久 当调查组抵达福建时 发现远华的几乎所有的进出口文件 都非常的规范 而远华的70多个核心人员 也早在调查组到达前 就已经离开了大陆 包括来上新 鉴于远华的海关的文件十分的规范 各种相关的单据也已经被销毁 调查组就只能在口岸里找单据 然后进行计算 这部分到底是怎么算的 我不清楚 总之调查组就得出了赖昌星 走私了530亿的结论 一个多月后的8月8日 江泽民在中南海此光阁 召开了有关远华案的专项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第一次就单一刑事案件 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做出了三个决定 立即拘捕赖昌星 将厦门市委书记石照斌调离厦门 升任福建省省委书记 将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基德胜少将调离盖职位 由熊光凯接任 有意思的是 8月8日中央下令抓捕 8月9日赖昌星居然还从香港带着现金潜入厦门 给远华的员工发了拨工资 专案组发现了赖昌星的行踪 于是以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的名义 通知了厦门市公安局组织警力 对赖昌星实施抓捕 厦门警方立即组织了大批警力 浩浩荡荡的前去赖昌星的住所 然后赖昌星已经人去楼空 8月13日赖昌星举家又从香港前往了加拿大 8月20日 五组办案人员开始对相关涉事官员进行抓捕 一直到8月23日下午 专案组的人终于前往远华集团 抓捕其他相关涉案人员 可惜远华所有的核心涉案人员都已经不在国内了 远华公司在厦门的账户也是空的 赖昌星将大部分的收入都转移到了香港 只有在厦门要用钱时 才会让他的财务总管和保镖 替现金运回厦门 在赖昌星出逃后 一些在香港的固定资产也被中国给收回了 但是具体赖昌星带走了多少钱 中国收回了多少钱 就不得而知了 最终远华案有300多人被判刑 地方政府系统里 厦门的市委基本就全倒了 海关系统的主要官员也基本都被送进了大牢 军界的总参情报副部长 吉德胜被判无期 公安系统的公安部副部长李济周 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胜被判死缓 还有一些小咖我就不报名字了 而赖昌星于2005年与老婆离婚 赖昌星的老婆曾明娜 曾经是远华集团的二把手 亲自掌握财权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2009年 曾明娜带着孩子安然返回厦门与家人团聚 政府还在厦门为曾明娜配了一套房子 2011年赖昌星被加拿大遣返 然后被判无期徒刑 刨除掉几个手贩 其实大部分涉案的官员都是被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那厦门海关来说 涉案人员303人 占到了整个海关全部工作人员的23% 然而最后真正给予刑事处罚的不到60人 多数犯案人员在上交赃款 并且承认错误后 没有受到什么刑事处罚 赖昌星还有他的远华案大概就是这样 国内的所有的新闻报道 基本上也就到这个程度 而且很多报道时间线都很混乱 细节有很多谬误 主要经历都是集中在讲赖昌星的红楼 讲相关官员的贪腐 还有杨一银之类的 而且在很多的重要细节上 都是欲言又止或者干脆不提 比如说到底是谁举报了远华 这个举报人为什么有远华这么多的黑料 比如说赖昌星到底和军方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有军队高层也会被拉下马 为什么整个厦门的相关官员都有贪腐 但是厦门以外的其他福建省官员都没什么问题 到底是赖昌星太坏了 还是厦门人不行 如果是赖昌星比较坏 那么中国其他地区 就没有赖昌星这样的坏人吗 咱们聊几个海外的有关赖昌星的采访 首先谁举报了赖昌星 去掉赖昌星阐述中的各种情绪性的内容 其实他就是被合作伙伴给告了 这个人名叫朱牛牛 后来改名朱安利 父亲是解放军31军的副军长 牛牛也是个人才 最早在实施的九州集团做经理 业余的时间又搞了个地下胶卷厂 生产假的柯达胶卷 市场占有率非常的高 后来柯达要告他让他赔几个亿 牛牛和赖昌星在90年代初就认识了 赖昌星非常尊重牛牛的父亲 因此牛赖二人一见如故 在赖昌星移民香港的时候 就把兄弟也给带上了 到了香港之后 赖昌星和牛牛合办了一家中宏发展有限公司 做房地产和走私生意 牛牛和厦门的开源外贸集团董事长 陈光辉比较熟 这也是一个大走私犯 远华案案发后还逃走了 至今都没有归案 牛牛和赖昌星陈光辉合作 赚了不少钱 但是他本人好赌 就拿公司的钱去澳门好赌 输了大几千万 又借了陈光辉6000多万 于是牛牛就通过中宏公司借钱来还债 而赖昌星也是中国的老板 所以也就一块背上了债 当然赖昌星他不承认这个债务 总之就是一通狗咬狗 后来牛牛在赖昌星这里的走私生意 就被强行转让给了陈光辉 牛牛当然不开心了 于是就要价一个亿 不然他就写材料 但是赖昌星没有鸟他 这个就是为什么赖昌星被举报的原因 而赖昌星和军方是什么关系呢 据赖昌星说 他是在1996年的5月份 拿到了国安局的工作证 挂在了国安部新疆反分裂厅 他还有一张国安发的军用的特别通行证 赖昌星说 他是在91年开始给部队做事的 而且是福建军区的情报部门主动联系了他 这个后面的事情就有点传奇了 大家听一听就好 赖昌星在香港时 认识了一些在港的台湾人 其中一个姓蔡的台湾人 是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的 这个人老家和赖昌星一样 也是近江的 而当时台湾的警备总司令 叫陈首山 恰巧也是近江人 陈首山去香港玩的时候 就找到姓蔡的招待 姓蔡的又找到了赖昌星 问他借车 赖昌星因此也就一起陪着陈首山玩上了 福建这边的分军区 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报告就一路从福建军区打到了南京军区 在这之后 赖昌星就开始为军情部门搜集有关台湾的情报 赖昌星的说法 他甚至还为在台湾的16个特工发工资 具体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他没说 到1995年的时候 他才认识了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部 二部部长 姬德胜 所谓的二部 类似于美国的CIA 专门搜集中国以外的各种情报 而赖昌星的红楼的一部分作用 也是各方势力 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信息的交流 赖昌星并没有说军方给了他什么帮助 也没有说他和军方在经济上到底有什么往来 军方后来入罪的 就只有姬德胜一个人 被控受了赖昌星365万美元 而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之女刘超英 儿媳赞丽等人 虽然开始也被转入了远航案 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 刘华清以前在江泽民系列里我也讲过 他是邓小平留给江泽民的顾民大臣 至于说为什么主要都是厦门的官员被腐败 其他的官员都比较清廉呢 据赖昌星说 他办公室里挂了两张照片 一张上有他自己 李济周和杨前线等人 这些人基本都被抓了 最大的李济周是公安部副部长 还有另外一张照片 则是赖昌星与李澜清 李铁英 刘华清 刘江等人 这些人基本都是副国级级以上 赖昌星的原话是 这六个人全没动 你看吧 官小的就动 个个都动 没有一个不抓的 这就是他们要知道的底 赖昌星本人文化程度略低 这话有点混乱 我的理解就是抓人也有上限 到了一定程度就不能再扩散了 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理解 外媒里当然有很多阴谋论 就涉及到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 我对这种事情就没什么太大的兴趣了 但是我确实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咱们不针对个人 只谈谈当时大趋势的变化 首先赖昌星的涉军问题 我认为是存在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1985年为了节省军费开支 邓小平就允许军队经商 那么军队一般做什么生意 除了酒店军工企业外 做的最多的就是陆路运输和航运相关的 因为车辆船只都是现成的 技术含量又不高 只需要政策到位就行了 而说到运输 最赚钱的就是走私了 中国并没有什么新闻 爆出军队有大规模的走私情况 这里我要强调下 但是如果我是军队领导 放开了经商 我大概率会做 举个最近的例子 蔡英文出去访问回来的时候 飞机上带了一万条走私烟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台湾的公安人员敢做 大陆军方没道理怂 但是江泽民上台后 就命令胡锦涛开始禁止军队经商 93年的时候还只是开了个头 95年之后就比较认真了 到了98年的时候 朱镕基开始大规模的打击走私 发现军方确实存在走私问题 只是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江泽民在全军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 给出了明确的结论 解放军要在1999年1月1日前 停止一切经商活动 所以赖昌星走私背后 存在军方的知识是有可能的 而军方没有太多人下水 也是说的过去的 因为江泽民肯定知道军队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翻旧账的人 他的要求是1999年之后是干净的 这个符合我对江泽民的理解 因为他是一个保守的人 稳定的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厦门全员贪腐 这个和中国的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有关 上期讲了朱镕基上台后做的很多改革 其中就包括分税制 所谓的分税制 今天咱们没空细说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大部分税收都被中央拿去了 而在这之前是地方拿的多 从94年分税制正式开始后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从1993年的22%提高到了55.7% 而在中央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后 却没有重点照顾那些贡献大的省市 反而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较为落后的地区 从中国这个整体来说 这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把地方分为独立的个体时 相对发达的地区肯定是不爽的 像厦门这种海港城市 关税是一大笔收入 但是关税要上交中央 也就是说厦门虽然在海关上收了一大笔钱 但是这部分钱根本倒不了自己的口袋 所以厦门地方政府有没有打击走私的动力 我想是没有的 不但没有 甚至还要鼓励 因为赖昌新们会把赚到的钱 分到当地官员的手上 会在当地做投资 拉动GDP 提高官员的政绩 大家看 赖昌新在1994年到1999年之间 垄断了整个福建的塑料产品市场 走私的石油制品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这个体量已经不能称之为走私了 这个绝对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除了厦门 别的地方就不走私了吗 当然不 福建的大小港口都在走私 浙江的港口 江苏的港口 上海的港口也都在走私 就像我前面说的姚志胜 他的走私量不比赖昌新少 钱全套现了 人也安全出逃了 只是赖昌新被抓了个典型 俗称杀鸡给猴看 远华案最后算出来的结果 是赖昌新五年偷税 300亿 平均一年60亿 而1998年 整个海关的税收是879亿 1999年 拿赖昌新开刀后 关税则达到了1591亿 涨了700亿 这可不是赖昌新的60亿能填平的 所以并不是只有厦门的官员贪腐 我相信 类似的问题在全国都存在 只是打贪腐的前提是 国家机器要能正常运作 水至亲则无余 还是那句话法律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不是为了什么公平正义 所以只要是能够起到威慑作用 让政府达到极定目的的法律 就是好法律 所以远华案看似是在打击赖昌新 实际上是朱镕基领导的国务院 与地方政府的一次碰撞 在远华案的处理过程中 朱镕基加强了海关总署的权利 在旗下增设了走私犯罪侦察局 还组建了由中央控制的海关机私警察队伍 各级公安部门也专门成立了打击走私办公室 从1999年开始 海关收入逐年上升 为朱镕基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大量资金 而江泽民胡锦涛这边 也是彻底控制住了军方的裁员 军人当兵吃饭 想光靠主义控制是不可能的 谁能发这份工资 谁就更能对军方施加影响力 所以远华岸的影响力其实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不得不说 赖长青作为基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